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路鸽 我今天就向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朋友们都知道鸽子的血统都是根据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像展森呀 胡本呀 乔斯托瑞 福卡门 还有我们中国的犬鸟 如果你的鸽子玩的好 你给它举个什么样的品系都可以 哪怕你叫它哈马戏 只要你飞出名了 那么大家也来认可 那么斯塔尔也不例外 斯塔尔是德国的 斯塔尔它是德国的巴芬利亚州 诺以报赛格协会的总会长 五大洲赛格联盟的第一副主席 朋友们要知道世界上第一个性格公鹏 就是斯塔尔创办的 它是公鹏的鼻祖 斯塔尔这路鸽子有什么特点呢 我今天向朋友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一路鸽子 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稳定 赖气候 速度快 还有来 它能经得起复放 也就是说 它赖飞 赖打 你放过以后 你继续放 第二年再放 它不怕复放 不像有些鸽子 这次500公里飞了冠军 下一次再放300公里就不见了 斯塔尔这个品系 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 稳定 赖打 这路鸽子是从95年 进入我们中国的 在我们中国的鸽街呢 当时也掀起了一股旋风 在国内 鸽大赛场上 取得了 辉煌的赛季 很多朋友家里有 但是有的朋友呢 已经淡忘了 也不知道呢 它是 斯塔尔 鸽子看外观 怎么电认 我朋友强鸽呢 他认这个斯塔尔 他有一套自己的 绝招 鸽子这个羽毛衔接的地方 斯塔尔 它这里是白的 这个一圈毛片这里呢 它是白的 衔接的地方是白的 你看 就像榆林般一样是白的 其他的鸽子 这个羽毛衔接的地方 是黑纹 我兄弟拿的这羽鸽子 就是斯塔尔 是徐总呢 无偿支援给我的 这羽鸽子呢 也是非过多关的 成绩呢 我简单的好朋友们说一下 430公里 404米 分速1115 参赛语速3329 520公里 213米 参赛语速3677 分速1535 620公里 20米 分速1310 参赛语速1720 520公里 18米 参赛语速2124 分速1410 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啊 他的翅膀 这羽鸽子 同父母的地底 获得600公里 冠军 比亚军 提前45分钟 跪潮 今天我就简单的 把斯塔尔这一路鸽子 向朋友们来 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最大的唾点就是 稳定 耐达 速度快 好的 朋友们